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入一元积分学 那么这堂课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原函数与不定积分的概念 首先我们先看第一个概念 什么叫做原函数 我们前面讲过导函数的概念 那么如果对于一个大f它的导数是小fx 我们知道小fx我们把它称为大fx的导函数 那么反过来呢这个大f又称为小f的什么函数 我们一直没有给出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今天我们将给出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大f它反之就称为小f的一个原函数 也就是说这里的两个函数小f是导函数 大f就是求导之前的那个函数就是所谓的原函数 而这里我们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这个一个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大f呢 它不是唯一的 我们由前面导数的知识指导 任意的比如大fx加上一个e 它求到仍然是这个小fx 所以呢我们就有下面这样一个定义 首先是小f在大i上有原函数大fx 那么我们说这个原函数呢 它将有无穷多个 而它们之间统一的一个表达式就是 大fx加上c 而这个c呢则是任意的一个常数 这个结论怎么证明呢 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 如果我们假设小fx任意的一个原函数是大gx 那么由刚才的定义 我们知道大g一匹就等于小fx 自然也就等于大f一匹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大g一匹等于大f一匹 两个函数导数相等 有我们前面的知识 我们知道 它们两个就相差一个常数 这个呢是我们在微分中之定义当中介绍过的一个推论 那么这样我们就证明了这个定义 有这个定义呢 我们知道这个原函数它不止一个 它有无穷多个 而这无穷多个合在一起 我们又给它起了一个新的名字 就叫不定积分 我们这一章就是要研究这个不定积分 那么不定积分 不定积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它就是 我们说小fx它的全部原函数 而这个全部原函数它有一个统一的表达式 就是大fx加c 那我们这一章 主要就是要求这个不定积分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要求它的任意的一个原函数 因为你只要找到任意的一个原函数 那么它的一般表达式就可以表示出来了 好了 我们给一个记号 这个大fx加c呢 我们就继承这样一个符号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就等于大fx加c 这里面呢 有几个我们以前没学过的符号 这个符号呢 我们把它称为积分号 小fx dx 这个称为背积表达式 因为它是在积分号后面的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背积表达式 而fx一般是函数 因为它在积分号里面 那就称为背积函数 而x因为在积分号里面 所以就是积分变量 这样我们就给出了不定积分的概念 这里面是我们的对比方 不人也能认识 我们 can参考那些 怎么参考那些 也有出品 就像我们的节目